别克又出电动车了 这台车型是基于奥特能平台打造的首款电动车 但是它的定位却是中大型SUV 叫Electra E5 要是这台别克的电动车和其他的电动车型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它的精致度 因为它的主打目标人群都是中产阶级 想要更高的生活品质的这一帮人 所以他们在选车的时候会格外的谨慎 那在很多细节点要打动他们 也确实是很不容易 首先这台全新的别克的Electra E5 它运用的是一个全新的车标 比起之前那种看起来比较有气势的别克车标 相比来说这台车更加的运动年轻 也更加的电动化了 在它的总的设计语言来说 它运用的是一个飞檐走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语言 所以在它的大灯 你可以看到它的造型其实是一个雨翼的造型 它里面的灯带看起来是非常精致的 看起来就像是什么呢 打磨特别好看的钻石 它的折射面是非常多的 哪怕你不点亮它 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都能看到光影 所以非常的精致也很好看 这一点我相信细节控一定会非常满意 那不仅如此 它在它的进气格栅这一块呢 应用了大量的波浪的一个造型 它们是称之为是数字波浪的浪漫 那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 它中间也用了一些很多电镀的这样的一个装置来进行点缀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星辰的感觉 那它的进气口那一块的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精致的 我刚刚进到内饰也大概的了解一下这台车型的设计 和咱们的出口口呢是一样的 所以是相互呼应的 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统一 从前面来说 这台车型呢还是非常的霸气 毕竟呢它的一个尺寸 它定位是一个中大型的五座SUV 所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五座SUV的一个气势在的 从侧面来说呢 别克Electric U的它的尺寸其实是非常大的 4850毫米这样的一个长度 你可以想象这台车型开在路上 它有多么的霸气了 那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大的尺寸 所以它会在一些细节的设计之处呢 进行一些点缀 就比如说这样上扬的一个姿势 包括用了很多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边框来进行区分 就像是给咱们的这样一台车型呢 像画了一条眼线一样 很多车型也会用哈 但是呢 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扬的设计线条的去确实实 会显得更加的轻盈一些 那这台车型它有两个选择 轮毂的尺寸 一个是18一个是20 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到20的话 会更加好看 因为这个尺寸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要是有条件的朋友可以选择20寸 这样看起来其实会更加强 那这台车型用的也是一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啊 那在设计之处 它用了一个更加薄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语言 所以呢 既考虑到了空气动力学 也考虑到了你自己开起来一个很像面积 那在这一点上我就不多赘述了 毕竟很多电动车都有 它的侧面的那个快冲口呢 只需要点亮别克的那个车标 它就会自动给你升降开来 然后呢进行充电 当然你要关闭的时候呢 里面有一个按键让你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关闭按钮 其实还是蛮有仪式感的 我觉得就是在精致度方面呢 它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个改动 那在这台车型上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车顶行李架 但是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全景天窗 很多的全景天窗 大家都知道玻璃天窗呢 多多少少啊 即使是隔绝了紫外线 在夏天还是会热的 因为玻璃呢 传导热度肯定是会比传统的 要更加的快速一些 所以呢 它也加了一个遮阳帘 来让大家在夏天行驶的时候呢 避免了太阳直晒的这样的痛苦 那它为什么会在尺寸上 进行了一些克制呢 因为我们知道4850毫米 没有说是有特别长 因为有些车都到了5米 甚至是更长的一个长度 那它也是考虑到 我们在日常行驶生活中 运用到的场景 包括像是你去到地下的停车场 还有立地停车场 你不好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它也是进行了一些尺寸上的克制 但是在空间方面 并没有进行缩减 那一会儿进到车内 带你们体验一下 走 我们先去看一下车的尾部 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 别克Election E5 它的设计是比较简约的 它没有用大量的领域的线条 来进行点缀 因为我觉得它不必如此 不然的话会显得特别的累赘和荣誉 所以它的整体设计来说 还是非常大大方方的 克制 然后又很精致 那尾部来说呢 它也是 非常地一个大气的这样一个设计 它运用了一个贯穿式的LED的尾灯 它这个和这个前车的大灯 其实在你解锁和开锁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灯域的展示 那它在一个咱们的挡红玻璃上方呢 有一个高位刹车灯 刚才在Workshop讲解的时候 也了解到咱们的设计师说到 其实在美国那边呢 它们是需要刹车灯 是要连在一起的 但它也是特地申请 为了它的美观设计与业 所以呢 变成了一个三个长条的 这样的一个刹车灯 那在这一点上 其实也是和咱们的别克车标 进行了一个相互呼应 我觉得在细节之处呢 它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看起来就特别的运动 那在这一点上 辨识度也非常高 你开在路上就知道 哦 看这个刹车灯就知道 这一台别克的沉淀动车 我们还是去内饰看一下吧 这台车的外观设计是比较简约 但是内饰设计真的非常豪华 走 进去看一下 坐进这台纯电动车的车内呢 我觉得别克 它跟之前真的完全不一样 它有一个超级大的屏幕 这个屏幕有30寸啊 它是6K的这样的一个 高清显示分辨率的 所以你看起来 它的高清程度 真的比其他车型要好很多 那这台车型的里面的 用的也是8155的芯片 它呢有很多的功能呢 基本上都非常便利啊 同时呢也支持 carplay的这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果粉一定会很喜欢 用起来非常舒服 那在其他方面科技感 比如说它也有一个 12.6英寸的HUD的 这样的一个台线啊 那日常使用起来 也是非常方便的 等下次开在路上的时候 再给你们体验一下 这个台鞋的 它这样的一个功能呈现 当然这方向盘用的 也是全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这一块呢还是可以亮灯的 嗯可能会是有一些灯雨的 这样的呈现吧 所以看起来呢 还是科技感非常足的 这台车型呢 用的是电子怀挡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 在它的中共台这一块呢 就变得更加的简约 同时呢也是用了一个 掏空处理的这样的设计 我们的空间使用性 就会更加的高 放一下一些小包包啊 还有你日常的一些 琐碎的用品啊 都非常的便利 那在这一块 平常咱们的使用习惯 可能要么是启动键 要么呢就是 咱们的菜单的一个设计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操作键 但这个呢 别克的纯粹动车上的 这个按键是什么呢 是音量键 天哪你知道音量键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 有多么重要吗 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 就是对音量键的需求大不大 因为我常常做副驾的机会 也更多一些 你要是跟你的男朋友 吵个架的时候 两人不想讲话吗 为了缓解尴尬 你就把音量键打开 把声音放大 这时候你放个重金属 摇滚的时候 真的吵死它 那一瞬间你都感觉自己 这个架就掰回来了 我觉得音量键 就是应该用实体按键来操作 不然有的时候 你还得去找它要一声 给它说 你把这个音量给我调高调低 那也会影响它驾驶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我希望其他这些 也能够就是在音量键呢 有所它的那个实体化按键 用的会比较好一些 那在其他方面呢 除了有一个6K的 这样一个大屏 物理按键也是有保留的嘛 那像咱们的空调啊 包括风量各方面 其实还是非常便利的 考虑到你驾驶的安全问题 那空调出风口比较可爱 它是一体式的 那我可能伸不过去 在这边可以演示一下 它是这样 你可以就是进行上下 包括就是关闭 那它这个空调出风口的设计呢 就是会和咱们的那个 刚才也说过 它的进气口是一样的 所以说看起来呢 就会有一点点 小小的乐趣在里面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它的座椅的材质 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 因为它的材质 做起来特别舒服 包括它的一个座椅的设计啊 那头整各方面 我要是小气一下 或者是测试睡一下 它都能够轻轻松松的 包裹到我的头部 很像是飞机坐舱的一个感觉 那确确实实实也是有的 当然也是那种大飞机才有 在它的旁边的一个包裹性 比如说我的腰啊 可以进行这个按键 来进行控制你的腰的这个 座椅的一个调整 包括你的前后左右 用的都是旁边的侧边按键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它一个豪华感的体现之一 这台车型呢 它整个来说呢 其实在颜色的运用上 也是有所考究的 比如说它这种灰的质感 整个来说还是会有这种 就是咱们的一个舒适的 安静的家居氛围感 你平常呢 开在路上 你可能觉得外面是会是非常的吵啊 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你坐在车内也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的 它能够安安静静的把你摆抱在这个车的当中 运用了当然也有空气净化系统的一个加持 所以哪怕能兼顾到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在这台车内的时候 你整个人都是非常舒适和安宁的 那就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 这台车型的后排的空间吧 它的感受大概是腿部呢 咱们有三拳左右 头部呢有一拳半 那哪怕是一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 坐在这台车的后排 也不会感觉到局促 因为它上面就是 因为有一个全景的玻璃片窗 所以呢进行一个掏空处理 所以你哪怕是个子它再高呢 你的头部也是有负余的 而且这台车型的地台嘛 纯电车型嘛 纯平的这肯定是必然有的 所以坐下三个人呢 出行啊长途啊各方面呢 都不用太担心 那在咱们的充电便利性方面呢 后排呢它有一个USB和一个Type-C的接口 前排呢还有一个插入式的无线充电口 包括USB和Type-C都有 所以在充电方面也算便利 那这台车型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豪华配置呢 它有一个BOSE的音箱加持 那再加上纯电动车型 它的精密性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这车型上它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座椅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非常安静舒适的座舱环境 那我相信很多的中产家庭 或者是说追求品质的人来说 觉得这台车型在它的一个静态体验上 感觉一定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在空间上这台车型的后排呢 是支持4比6的比例放倒的 那放倒之后它的空间将达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你它有 我看到咱们这个workshop下面也有讲到啊 咱们那个后尾箱的下方呢也有一些小格子间 那这个格子间呢是做了一个下沉处理嘛 你可以放一下你很多的细碎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啊 其实精致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的方方面面 我相信Electra E5等真正的这样是咱们正式量线量产之后 一定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精细在里面 那就让我们先拭目以待一下 再和别克Electra这样的一个相处下来 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它是简约又带了一些精致度在里面 那内饰的用料做工也是非常不错 座椅的材质啊各方面啊都是能够呈现出它的质感的 整个来说我觉得Electra它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有质感 又很精致的感觉 那别克作为一个首款的这样的一个纯电SUV呢 它的电池各方面也是有所保证的 包括它的安全性和可靠度 那运用了很多的专利的技术 我相信如果它的定价是在25万左右的话 将会急剧竞争力 所以说同级别的竞品你们准备好了吗 别克Electra E5要来咯